为了应对国有电力公司热不敷出的情况 南韩政府周一宣布 5月16日起上调居民用电价格跟城市燃气价格 这是南韩七年来第二次上调居民用电价格 亚克里诺被推选成为推特执行长以来 首次公开发表谈话 推特的老板马斯克去年10月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之后 都是自己担任执行长 之后将转任技术长 马斯克其许亚克里诺能协助打造一款万能应用程式 提供线上通话与个人支付等各式新服务 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报道 美国串流媒体巨头Netflix 计划在今年节省3亿美元的支出 目标是在竞争激烈的串流市场中保持获利能力 算较于仍然处于亏损的竞争对手 Netflix更具优势 不过Netflix2022年初街道订户减少近百万人 是10年来首件减少 澳洲金矿公司New Quest Mining表示 支持美契纽曼公司 以262亿澳币 大约178亿美元的并购提议 这将是黄金开采行业迄今最大规模的交易 也是澳洲史上第三大并购案 巩固纽曼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商的地位 新唐人雅的电视 这里报道 还是有点世心的一个 红丝图 低于5加追尾 minds高 2002年最大的 Alt